2021居住正义2.0系列论坛5 宪政热营中 首先来听听柯市长给我们的勉励 所以我们台北市政府还是会努力的想办法 健全各项房市的措施 也希望透过倡议 还有一点跟专家学者去讨论 怎么来精进制度 来协助台北市优化 预售物价格的资讯品质 守护预售物的交易安全 这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在这个地方 预祝大家讨论成功 同时也谢谢厂乖学界的重量级贵宾共享盛举 论台以语谈方式进行 并区分为两个主题 上半场主要讨论石架茶盒资讯再优化的议题 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张局长提出 现行预售物石架茶盒面临的科技 四位语谈人 王成基司长 杨宗献副教授 钟绍佑理事长 及何世昌研发长 也分享许多宝贵经验 是居住正义回归专业 以不同食物面向提供 北市府精进于售物 石架资讯品质的建言 内容丰富精彩 一起听听主持人对此议题的小结巴 就是资讯透明 但是资讯透明的过程里面 消费者自己也要很谨慎地去看 看这个资讯 因为我们顾驾师刚才也提到 影响价格的因素实在太多了 你要自己仔细去做判断 下半场论坛将针对 预售建案销售管理进行讨论 与谈人包括了 王成基司长 林旺根理事长 余剧明秘书长 与杨丽萍主任消保官 并由地震局张局长 为下半场论坛进行引言 详尽说明 北市预售建案纳管历程 并指出食物上 如何进行源头管理等课题 希望借本次论坛 共商预售屋契约的精进管理机制 王成基司长特别提醒 不动厂开发业者 被查预售契约前 应落实契约内容自主检查 实际登录2.0新知上路后 如发现使用不符 应记载事项之契约将立即开发 各语谈人也皆肯定 北市府促进预售买卖预售契约 及所提应记载事项 与补充条款标示规格化策略 相信此举有助于提升契约可读性 保障消费者权益 维护预售市场交易资讯 并建议可以适时检讨 或由专业第三方提供咨询意见 强化简约专业度与公信力 避免文字解读争议 在最后的综合讨论时间 王俊杰理事长也期许 居住正义政策是当前全国关注的一级 中央地方与业界三方应协力合作 共同为落实政策目标集思广益 最后来听听台北市政府 李德权副秘书长 为论坛活动所做的总结 我们会进到这个师傅里头再做讨论 讨论完了之后呢 其实接下来就是我们明年的行动方案 以及需要跟中央地方 这个业界大家一起合作的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